你手里的App TV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用过了 你有各种各样的好用的工具 现在连Alist它都来了 各种网盘 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从此以后随便离挂 这要拯救多少放弃阿里云盘的小伙伴 Alist Server 支持iOS和TVOS 今天和我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嗨大家好 我是小鹏 很多小伙伴都有问过我 我没有多个环境 Alist怎么搞 从今天开始 只要你有iPhone或者iPad 包括App TV都可以 这里我们来看看App TV上怎么搞 打开Alist Server这个App 首页为服务器的基本信息 后面的浏览 管理 包括日志 都提示要开启服务 OK 我们回到首页 打开服务 这时Alist的服务端就算启动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所有人都可以操作 这里给出了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 用户名 密码 服务器 地址 端口 路径 一目了然 不过目前浏览里面还是不能用 它提示要添加存储 好的 来到管理页面 由于TVOS的限制 我们需要用手机扫码来添加 这里我建议大家先去到设置 把后台运行给打开 好 手机扫码以后 这时就可以进入到Alist服务器的管理页面 用ADMN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即可 添加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网盘可以供大家选择 有大家熟悉的115 天翼 当然也有阿里云盘 还有很多很多 这里就不一个一个去数了 我今天就添加一下天翼云盘吧 毕竟目前的阿里云盘的状态我已经放弃了 Alist网上的教程是非常的多 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 好 选择天翼云盘 路径这里呢就是起个名字了 大家随意 我就用189好了 用户名和密码就是天翼云盘的账号和密码 这里的根文件夹ID很好理解 你打开天翼云盘的网页版 它这里默认就是11 就是根目录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目录 如果你只想要 比如像我这样的 存放电影这个文件夹 点击进入 地址栏后面的这个数字就是ID了 复制它 粘贴到这里即可 这样就非常简单的完成了天翼云盘的挂载 Alist Server之所以我说 非常适合小白用户上手 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挂载好了以后呢 你无需手动的去各种播放器里面 添加服务器信息 直接在设置里面选择你喜欢的播放器就可以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点击文件 它会自动的跳转到该播放器去播放 一个APP好不好用啊 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小地方 使用起来是完全没有门槛 当然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测了一下 我挂载的天翼云盘是可以刨满我2000兆的带宽的 115我没有账号没有测 不过就我群内的小伙伴测试以后 它是可以刨满的 哦对了还有一点要提一下 Alist Server它是收费的哦 是每区0.99刀 不过也就是几块钱而已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投入的 它不光支持TVOS端 还有iOS iPadOS iOS上操作和TVOS上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iOS由于手机电量的问题 我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去挂载 而且还有被系统挂掉的几率 适合用的时候直接打开就好 另外在家的话呢 我更推荐用APP TV 即使关掉APP TV也是可以的 而且有了移动端支持 你无需和以前那样 在外面要搞个DDNS内网穿透 来访问家里搭建的Alist服务 现在直接打开iOS端就可以了 不过目前还是有点小遗憾 它不方便在哪里呢 就是iOS和TVOS段 没有iCloud自动同步 稍微有点不方便 无法在手机客户端 自动同步配置到APP TV 目前只能分开设置 不过好在iCloud自动同步功能 已经在计划中了 稍后的版本可能就会加上 这是个好消息 那么今天 关于Alist Server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